是否會有行 是否會有行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日本之旅 上次介紹環球已經整個內容太豐富了 另次介紹我們那天的晚餐 所以今天就來個小小番外篇講解一下 近乎11個小時的玩樂 套盡體能非常累 一定要補充多些蛋白質才行 所以我們就來到連鎖的燒肉店 燒肉力丸那裏吃燒肉放題 燒肉力丸的幾間分店 都有一些那個店鋪限定的套餐 我們今次拜訪的就是杜頓骨分店 這裡也不例外有一個杜頓骨cost 會有不同的限定部位供應 可以選90分鐘或者120分鐘 但每個人另外還需要單點一杯飲品 或者加點這個飲汁放題 如果你會喝到兩杯以上的話 選放題就沒有錯了 因為這個Course是主打黑毛和牛 和一些事日稀小部位 我們就盡量把這些限定的肉品都試了一轉 你看到花紋已經會流口水 想到可以任吃就更加興奮了 這些限定部位基本上都是油花滿滿 入口食肉 但同時也保留著適當的肉味 品質相當不錯 但相對地因為它油脂重 也會很容易令人覺得漏 反而吃不到太多 明明心就很想吃多幾轉 但很快就已經感覺到自己去到極限了 其實本身也是打算吃了沒那麼重油脂的 然後再循序漸進慢慢吃再肥膩 那會沒那麼容易漏 但見到肉的瞬間已經好像傻了 加上真的太餓了 見到什麼就吃什麼 結果就比想像中更快要投降 另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就是楊少偏見到推薦這兩個字 就叫了一份牛扒母籃 一放下去已經把整個爐 加上它是屬於實肉派那種 每一口都非常結實 吃完之後就真的完全再吃什麼其他東西了 那除了烤肉這個套餐 亦都有一些小菜小食 例如是生雞蛋半馬肉刺身 火隻和牛壽司等等 都有少少眼花療亂 不知不覺就會越叫越多 他們全部都可以用平板去點餐 而且這裡很好 是有中文的 只不過有時候翻譯就會奇怪少少 可能大家只要憑感覺去選 吃到最後 每人還可以選一款甜品 招牌的力圓聖代造型還很精美 保證你一定飽到上心口 整體來說這個放題質素都挺高的 價錢又不貴 在香港用這個價錢 絕對是吃不到這個質素的肉的放題 所以它的CP值也是很高 而且如果你不是特別想吃個限定套餐 價錢還會再低一點 不過難得來到 當然就要豪氣一次了 唯一比較難接受的就是那個溫度 其實感覺到餐廳是有開冷氣的 但因為可能它的爐火太猛 左右旁邊都是開著爐 全程好像在焗桑拿一樣 又熱又焗 影響了戰鬥力有少少少可惜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下一集將會帶大家首方界 來個海鮮壽司購買一日遊 千萬不要錯過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